这节课来学习三人博弈的纳实均衡 局中人超过二人的博弈称为多人博弈 在多人博弈中,其中的部分参与者出于小团体利益 有可能结成小联盟 这在二人博弈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三人博弈的研究是多人博弈研究的基础 我们知道,由三个元素构成的集合 如果不计空集,则集合的所有子集有七个 分别构成了三种联盟结构 第一种是不结盟结构 第二种是大联盟结构 第三种是其他联盟结构 这节课,我们主要讲解不结盟结构的囚节 我们一起来看三人选数博弈问题 由A、B、C三个人玩选数游戏 游戏规则要求每人从三个数字 一、二、三中任意选一个数 每个人的收益为 用4乘以三人所选数字的最小者 再减去自己所选中的数字 比如A选2、B选3、C选2 则A的收益为4乘以2减2等于6 B的收益为4乘以2减3等于5 C的收益为4乘以2减2等于6 由此可知 三人选数博弈的收益矩阵 如下表所示 对不结盟结构 可以这样求解 把表中的收益矩阵 分为从左到右三个子矩阵 在每个子矩阵中 由于参与人C的策略不变 因此 可以看作在参与人C选定策略条件下 参与人A与B的博弈 对于每个子矩阵的求解 我们可以采用化线法 先针对第一个子矩阵 先看第一个子矩阵 在局中人C选1的情况下 针对局中人B不同的选择 局中人A的最优选择是什么 如果局中人B选择1 则局中人A的最优选择是1 如果局中人B选择2 则局中人A的最优选择是1 如果局中人B选择3 则局中人A的最优选择是1 在针对局中人A不同的选择 局中人B的最优选择是什么呢 如果局中人A选择1 局中人B的最优选择是1 如果局中人A选择2 局中人B的最优选择是1 如果局中人A选择3 局中人B的最优选择是1 类似方法处理 第二 第三个子矩阵 至此我们完成了A与B的博弈囚结 下面需要将参与人C在三个子矩阵 相同位置的单元格中的受益进行比较 即局中人A与局中人B选择同一组策略下 局中人C的最优选择是什么 如果局中人A选1 局中人B选1 则局中人C的最优选择是1 如果局中人A选1 局中人B选2 则局中人C的最优选择是1 如果局中人A选1 局中人B选3 则局中人C的最优选择是1 我们依次对相同位置单元格的收益进行比较 得到划线结果如下 找出三个收益数字下面都有划线的单元格 以至对应的策略组合就是求得的纳实均衡 这是不结盟结构的求解 那么大联盟结构又如何求解呢 我们一起来看 把所示的收益矩阵中 所有单元格中的数字进行比较 找到三个数字之后最大的单元格 对应的策略组合就是一个纳实均衡 在本例中 三个数字之后最大的单元格是999 对应的策略组合就是博弈的纳实均衡 三三三也就是ABC三个人 每个人都选三这个数 这是一个稳定的纳实均衡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一个参与者愿意改变其策略 但是还存在许多这样的情况 非合作博弈中不存在具有约束力的制约机制 迫使每个参与人按照约定选择去策略 约定的策略组合可能不会被不折不扣的执行 所以其相应的纳实均衡 有可能是不稳定的 如果您不想下来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